遭控MMA偷拍狼!杨南跨海喊冤,台女很赞! 一名美籍MMA选手被指控约炮还偷拍性爱影片上网犯受牟利,男子除将影片片段放上网外,还将女方照片集结放在箱部里,受害者几乎都是亚洲女性。 图翻设字网络 美国职业综合格斗 MMA绰号败犬 The Underdog的选手舒尔特 James Scout被抱在台湾四处约炮,还偷拍性爱影片放到色情网站上贩卖牟利,受害女性恐打百人。 对此,舒尔特喊冤遭有新人士陷害,想表拍性爱影片都有经过女方同意,更称我认识的台湾女生都很赞!nice!的! 日前有网友在脸书爆料公社发文指控,舒尔特不仅来台约炮,还将偷拍的性爱影片放上网络贩售,甚至在影片说明中狠狠羞辱到胖台女喜欢被外国人。x,台湾小芝麻跟外国人。xx好兴奋,引发网友一阵踏伐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针对约炮,偷拍并贩售性爱片牟利,收费开课教导把美技巧当指控,让舒尔特既震惊又无奈,强调每次做爱都是在你请我愿的情况下,拍摄性爱影片纪念也有告知并征求对方同意,直呼镜头都快贴到他们脸上了。 这怎么能算偷拍呢?你难道没看过那些影片吗?这算什么偷拍?自己遭有新人事陷害。 另外,台湾格斗好手金刚刀张景雄 14.日发文向舒尔特下战贴,替受害的台湾女性争一口气,舒尔特也回应我已经没有在打MMA了。 14.事实上,日前他因旧商退出,不再参加任何格斗赛事,若张景雄坚持要打,台湾政府必须先允诺给予他特赦。 14.由于担心会有法律责任,他表示短时间内不会再踏上台湾一步,同时也失望他到底是谁想害我。 14.有名字吗?现在有几个女的告我了。有几个? 17.由担心会有想哈哈。 20 recurring给予套原下